6月15日 社区治安人人有则 TACF和洛杉矶郡警察局 核桃分局在核桃市联合举办座谈会 核桃市警局详细介绍如何成为疫警 以及巡逻义工 TACF鼓励大家团结起来 积极和警局配合 共同维护自己的家园 我们是非常希望华人可以踊跃报名参加 因为我们也知道南加州 现在华人的比例已经是非常高 尤其是从蒙特利公园市那边 一直到我们罗安岗那边 因为我们希望说有这种报复的人 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回馈给社会的一种方法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讲同样的语言 所以可以 如果说你真的有兴趣来参加这个疫情的话 这样子可以帮助到很多别的华人 其实我们的想法很简单 尤其现在我们在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了 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社区做点事情 尤其是我们要做个榜样 最重要的是我们让其他的族裔 还有我们的后代知道 我们华人并不是只注重赚钱 并不是只注重教育 而是我们有一个社区的责任 有这个义务 一起保卫这个国家 我们下期视频